他是女子團體冠軍的主力之一 明明一定獲得了兩枚金牌 一個是女子團體 另外一個是女子的高鐵槓 請繼續評論 他在做后跳传统的把成功翻的时候掉下了木 在全能比赛中是一样的 那么等一会没内之后还有最后一个选手就是俄罗斯的选手叶诺巴 在这样的比赛中只要从气线掉下来那么恐怕他和冠军呢就已经失职交臂了 班图平纯 区域文化掌声下跨了一步 谢谢大家